高速公路的浙江金华路段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就在大巴车发生猛烈的震动后 司机向左侧猛打方向盘 随后电视一脚紧急制动 突然的撞击让车厢内一片混乱 巨大的惯性 甚至将一个穿粉红色上衣的小女孩和她的父亲 狠狠地甩了出去 因为她那个车往前扣了有一点多年 然后在那个座房那里坐了一份 后面一下后面露 因为她那个车往前扣了有一点多年 然后在那个座房那里坐了一份 那时候我们是很快的 巨下过后 烟雾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 重创后大巴车很可能会泄露燃油爆炸起火 求生的欲望 让挤压在一起的乘客们奋力爬起来 纷纷寻找逃离险境的出路 唯有刚刚和穿粉红色上衣的小女孩 一起被甩出的中年男子 艰难地爬起来后并不急于离开车厢 她四下张望寻找女孩的下落 孩子哪里去了 难道孩子被甩出了车外 生活是非对错 真相只有一个 这里是生活打算讨 在下阿秋 每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都会有一个不忍目睹的现场 让意外受伤的人和他们的亲友担忧 痛苦乃至悲伤 那么去年在互坑高速上发生的这起交通事故也不例外 强大的冲击力让十六名乘客被甩出了自己的座位 那么其中有一名女孩也下落不明 除了这辆大发之外 现场还有一辆出租车 还有一辆大货车 这个可以说现场是一片狼藉 惨不忍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了三车相撞 这起严重的高速交通事故的背后又有怎样的真相 生活是非对错 真相只有一个 这里是生活早参考交通安全系列节目 让我们一起去直击现场寻找这起车祸的背后真相 三车相撞乘客紧急逃生 事故调查 司机的一个小动作竟成为祸分 是什么开车漏袭 害人害紧 生活早参考记者直击现场 深度偷袭 为您揭秘 车祸真相 此刻的事故大拔车距离木铃地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乘客们都很放松 欣赏着窗外一跃而过的美景 突然一声巨响划破了车厢内的平静 车子往前滑了一点多年了 我感觉是发动了 其他人我就跟着人家回去看 因为当时电脑发生后的事件之后 我们选择这些火烧 巨大的撞击 瞬间其碎了多快点火锅 破碎的玻璃犹如爆炸火的弹片 划过了大拔车内 对于各个的身体 在近点的时候 我一开始会比射程 里面来有很多脆部 里面有很多血 血腥的味道 弥漫了整个车厢 人们在惊恐中四下寻找逃脱的车位 然而由于大拔车在瞬间 倾斜撞击高速路右侧铺栏后 又随即侧翻在高速路上 位于车厢右侧的车门紧紧 而就在这时 车厢里突然传来了一阵 撕心裂肺的疲哭 顺着哭喊声 人们在大拔车前部的缝隙 找到了一位女孩 而她正是试图发生瞬间 被从座位上狠狠甩出去的 那个小姑娘 孩子的哭声 让结果余生的乘客 更加紧张 开始试图砸碎车窗 以便逃离大发车 一名男乘客用脚狠狠地踹向前打风波里 试图打开一个求生铺道 另一名男乘客 寻找到救生锤后 跑到车头 开始猛击打风波里 就在交通干警和救援的消防队员 紧急赶往现场的时候 一名路过的私家车司机 看到了路上的险情 热心地赶来时机 他在车外 用力撬开挡风波里 帮助乘客逃离这辆 飞机四复的大巴车 逃离大巴车的乘客们 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他们在清醒之后才发现 车祸现场不仅仅是自己 乘坐的大巴车 发生了侧翻 还有一辆被撞的完全变形的出租车 以及一辆翻过在路基下的大货车 三车相撞的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什么是引发这起交通事故的罪悔过手呢 救援人员也很快赶到了现场 我现在就来到了G60沪空高速公路 江西方向315公里处的事发现场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民警呢 就是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并参与了这一起交通事故 许警官您好 您好 您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时候 看到这个场景是什么 现场是一片难挤 情况比较惨 地面上到处就是碎玻璃杂质 以及散落下来的一些行李 在我的右手边 距离我站的位置100米的位置上 有一辆出租车停在超车道上面 屁股转的是面目全非了 另外呢 在我的左手边距离我这个位置200米的位置上 有一辆大客车 侧帮在超车道跟主车道之间 在大客车旁边 在中央护栏的附近 这个坐着大概有十几个乘客 其中有一个老太太 伤得比较严重 脸上都是血 我到了以后 看了一辆大货车 冲破过来以后 侧帮在边锅里面 我下去查看情况的时候 有一个驾驶员是 从那个窗户里面 已经爬到外面来了 另外一个驾驶员 被卡在驾驶位置上 通过我的询问 看腿是已经骨折了 情况比较严重 表情非常痛苦 现在我迅速通过对讲机 请求指挥中心 叫消防人员过来 对他进行施救 脚下来没有 脚不能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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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马上下到 水沟里面去查看 被困的驾驶员的伤情 然后当时我发现 他的左侧小腿 脚踝的部分 是这个有严重受伤 这个流血不止的一个情况 而与此同时 处置现场的民警 惊奇地发现 出租车里的司机和女乘客 居然躲过一劫 奇迹般地生慌了下来 乘客们删得重一点 我们千万的脑震荡 司机好像没什么事情 就是我不能动 他会把我抬下来的 当时一动都不能动 大发车里的乘客 全部逃出车外 等待抢救治疗 而出租车里的司机 与女乘客 也剥离了生命危险 但被困在大货车内的司机 就没有那么幸运 他被死死地 抢在已经变形的驾驶室里 此刻已经是呼吸微弱 面侧苍白 危机生命 我们下的命令 是在30分钟以内 把人抬出来 我们心里是没底的 因为空间太小 他的腿卡在挡位和椅角 中间我们用其他的小工具 也撬的话 担心给他造成第二次伤害 大货车司机命悬一现 在场的每个人 都为他捏着一把 而此时 他的妻子 被一双年幼的儿女 正在等着他 平安回家 就在消防官兵们全力抢救的同时 高速交警们也对这场意外车祸 展开了调查 时间定格在9点33分 出租车 大拔车 大货车 这三辆车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几热性的交通事故 到底是由哪样车引发的呢 经过逐步勘察呢 这是一起追尾事故 追尾事故 只是单纯的追尾事故吗 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 这个事故存在着很多奇巧的地方 第一个呢 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 这个道路通信条件非常好 能见度也良好 而且这个事故后段呢 属于比较平直的 而且当时的流量也不是很大 事故时间在9点钟左右 它那个时候呢 也不是那种属于疲劳驾驶的高发时段 2013年6月25日这一天 三辆车运行在上面 是这一天当中精力体力最充沛的时候 而沪坑高速精华段 此时天气良好 道路顺畅 天时地利人和 无论怎样看 这起事故似乎都不该发生 幸好 作为营运车辆的大巴车 装有行车记录笔 监控画面 为交警们破解事故真相提供的线索 通过一秒一秒回看画面 才使这起惨烈的三车 连撞事故的真相 逐渐浮出了水面 9点33分22秒 一个黑点突然出现在 大巴车的前方路段 将镜头拉近之后可以辨认 黑点就是那辆被撞出租车 此时的出租车和大巴车一样 都行驶在最内侧快速车道上 然而就在这个最不该停车的地方 出租车突然在前方停了下来 八秒钟之后灾难发生了 我们初步认定的这个出租车 负伏事故的责任性比较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高速公路上 停车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法性 尤其是把车子停在快速车道上 这时候非常可怕 案情调查致死 虽然有了初步的结论 但是又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随时而来 从以往的经验看 高速路上停车 大多是车辆突然发生故障 这种情况下 司机一般都会把车停在外侧的应急车道 故障车辆一般会打开应急灯 并在车后设立故障标志 把车停靠在高速路上的快速车道上 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这一点出租车司机不会不清楚 他在当时为什么会突然停车的 大备快到今晚出口了 就那个引擎站就掀起来了吗 其实我开车呢 也开了十几年了 出那边前面一开 也先该放上来 那么我踩了一脚刹车 玻璃砸了 那个出租车就停了 我还想停到边上去了 还没停好 所以就转上来 经过反复查看监控视频 出租车司机以及女乘客的答案 得到了证实 从监控方面看 当大巴车撞向出租车的瞬间 出租车的引擎盖的确是打开的 撞击前就是因为引擎盖突然意外翻起 导致正常驾驶中的出租车司机的眼前 一黑视线完全屏蔽 出于本能 他下意识狠狠地踩回一脚刹车 然而 他未能地反应过来采取下一步措施 紧随其后的大巴车 多闪不及就撞上 事故调查到此 似乎可以结束 不过 反复查看监控视频的办案交警 却总是感觉他就不太对 为了求证内心的疑惑 他们又一次仔细勘查了现场 根据监控和现场调查显示 事发前大巴车与出租车之间相距150米以上 是安全距离 而车速大约在每小时 是12公里左右 经过计算可以可知 即便出租车司机当时是紧急刹车减速 大巴车司机也应该至少有5秒钟的时间 去做出反应和密压 150米开外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大巴车驾驶 就是有时间 有能力 有条件 来着采取这个措施 避开这里是不得发生 可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个一般50米的安全距离 失去了意义的时间 很快 现场勘查 就证实了办案交警的猜测 我们就怀疑 它似乎有其他的指导 导致了这次事件的发生 因为从发生撞车之前 没有任何的制动痕迹 一点这个刹车痕迹都没有 事故现场没有发现大巴车的刹车痕迹 也就是说 前方出租车发生意外后 大巴车司机并没有减速 而是高速撞的上 那么大巴车司机当时在做什么呢 为什么不采取递任措施呢 整个事故最蹊跷的地方出现了 这样吧 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整个事故的全部过程 我想一下这样子 事发的时候 前方的出租车和后方的这个大巴车 它的距离是150米 这150米这个距离应该是安全的吧 对 按照道理来讲 出租车突然停下来之后 后方的大巴车是完全有时间来做一个反应的 包括踩刹车电道 都是应该能够做到的 我们也能理解 前方的车 它的那个引擎前盖 它突然掀起来的司机肯定下意识要踩刹车 这一踩刹车 关键是后头紧跟着大巴车 它司机根本没有察觉到前方已经踩刹车了 它没减速 是吧 你就导致第三辆车 为了避让发现狗狗的缺乏 对 现在的一共就集中了这一点上面 那么根据现场现有的线索来看 它没有采取措施 要么是车度问题 要么是人的问题 那么如果是人的问题的话 那么大巴车在这关键的时候 它到底干什么去了 它为什么没有刹车 为什么没有避让 当然我现在心里有了一个猜想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让我们来继续看看警方调查 那好 我们来看看警方的调查结果 那这辆车车在约辆车上面 5秒钟就穿过它 现在车车是在这个 快速车到正常去时 车车是92分钟的 5小时左右 刹车6秒钟 这个驾驶员被拿手机 现在 看是这辆车车车 已经过了5秒 6秒 7秒 8秒 撞到去 9点33分36秒 大巴车司机拿起了 放在车门边上的手机 进行查看 而此刻前方内侧 快速车道上的出租车 正好开始了减速 如此危机的时刻 大巴车司机的眼睛 却依旧死死地盯在手机上 八秒钟之后 灾难降临 至此大巴车和出租车相撞之力 彻底解开 让人不禁感叹的是 如此严重的交通事故 最悲获胜竟然是因为司机看了一眼手机 谁曾想到 一个低头看手机的小小举动 居然引发了如此惨烈的故事 2013年5月11日15时18分 一辆由嘉兴开往慈禧的大型普通客车 飞驰在高速路路上 这时驾驶员陈强开始低头看手机 他拿手机主要是查看这个到点时间的 看看有没有及时赶到点 撤到人员现场是反应也是非常慌张和激动的 其中有一个乘客拿着救生锤 当场就把玻璃敲装玻璃敲碎了 大阵的游戏看得比较高 就没有跳下去 然后我们消防这个情况后 第一时间感到用人机把所有的乘客 就是转移到这个进行车道最安全的地方 低头看手机仅仅是几秒的时间 就引发了如此恶性的交通事故 的确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 开车接打电话 已经成为很多驾驶员 急待改变的漏洞 民警介绍 城区开车虽然车速没有高速路上那么快 但是由于道路拥堵 突发状况较多等原因 一旦注意力不集中 就会酿成大祸 2014年9月5日8点多 江苏某公路运输集团的大客车驾驶员高某 驾驶一辆大客车 行至宁利县一公里附近的交叉路口时 将一位从路口经过的骑自行车的老人 撞出了十多米远 导致老人当场死亡 大客车内的行车记录仪显示 从8点10分到事故发生时 短短7分钟内 高某竟然39次低头看车机 有4次居然是双手离开了方向盘 其中最长的一次达到了1分03秒 当高某第四次拿起手机的26秒后 悲剧发生了 对于这三起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来说 他们的人生各不相同 可就是因为 司机低头看手机的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却让他们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些驾驶员不顾生命安全 非要接打电话呢 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 也是杭州市的早高峰 在我前面有一辆执法巡逻车 那这辆车上呢 有一套警务车载系统 现在我就要跟随这辆车 到一个比较拥堵的十字路口 去看一看 到底能不能抓拍到驾驶员 开车打手机这种交通漏行 我看到这个车流量还是挺大的 那这些细节能抓拍到吗 都能抓得到 我们这个车载系统可以伸进 也可以拉远 也可以360度的旋转 这更行 对 而且好像驾驶员也在打电话 看到 对看到没有 要不然打电话 不到十分钟 车载系统就中华拍到了 三起开车接打电话的违法行为 对 就这个车子 我们视频非常清晰的在玩手机 好的 您刚刚呢 就是把这辆车拦下来 是因为他 拨打手机的原因是吗 对 那对他进行怎样的查宠呢 需要对他的违法行为 进行五十二号罚管理解 这两个人去拔 我也知道 不会打 拔 在这种情况很多人 驾驶员同志 您刚才在驾驶机动车时 这天拨打手机电话 违反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 六十二条第三项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九十条的规定 属于五十元罚款 至两份的处罚 您刚刚在开车过程当中 为什么接打电话 因为家里打的电话 有急事 所以我就接起来了 不好意思 因为担心有急事 所以司机会习惯性地 拿起手机接停来电 而正是这样一个 两三秒的动作 却是与四驼总 独独的生命 2014年3月23日 吴某驾驶的新版的别克商务车 飞奔在高速上 车后座是他的一位朋友的母亲 晚上九点多钟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电话响了 我就习惯性地拿起来接来 拿着都没拿好 滑掉了 然后下去请 但是剪完水机 就我抬头一看 你前方那个货车 才有两三米的距离 我当时是想过要打方向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紧急之中来不及 我就直接撞上去 哼的一声悲剧发生了 安全气囊保住了普偶的命 而坐在后排朋友的母亲 却由于猝不及防 头部受到了猛烈的撞击 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 从接电话到手机 叫他去捡持手机来 都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这个时间可能十秒钟都比较 可能就是一闸眼人的时间 可能就是一场飞机 让人在那里 一低头一弯腰 仅仅是一个几秒钟的动作 却让司机失去了 对车辆的控制 我们不停想着 几秒钟的时间 难道真的会造成 如此严重的后果吗 仅仅是低头看一眼手机 就会让司机失去 快速反应的能力吗 我们的记者走访了 湖安大学 在交管系老师和同学的配合下 进行了一次上路模拟实验 这台设备叫做眼动仪 它可以根据我的眼睛看的方向 并别出我眼睛看的什么位置 一会儿要做个实验 正常开一次车 玩着手机开一次车 看看这两种方式 中间的时间会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在眼动仪的实时监视下 记者发动了汽车 第一轮 他将正常驾驶 在注意力相对疾痛的状态下 向前行驶了三分钟时间 此时 眼动仪记录下了记者 关注路面正前方的真实情况 55%的时间 是专注于前方的 也就是行车三分钟内 有将近两分钟的时间 是关注了路面前方的情况 而在随后的行驶过程中 实验人员突然向起 抛出了一个障碍物 记者做出了快速反应 刹车平稳 停车时距离障碍物 还有一定的距离 接下来我们将测试一下 接听电话 以及查看微信的两种驾驶招卡 同样是三分钟的路面行驶 眼动仪却记录下了 完全不同的数据 开车打手机 专注于路面前方的时间 只占有38.1% 也就是说 只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关注了路面情况 而就在这样的状态下 实验人员向起 突然抛出了一个障碍物 此时记者摇摇晃晃 竟然撞到了障碍物上 开车打手机 让驾驶员来不及躲避 突然的障碍物 而低头看微信 又是什么结果呢 三分钟路面行驶中 仅仅只有17.2% 也就是只有半分多钟的时间 关注了路面前方的情况 当记者发现了 突然而来的障碍物 已经完全来不及刹车 车辆已经明显失控了 本次模拟实验得出 开车打手机和看微信 使驾驶员的反应能力 受到了很大影响 要练得进行 一定要在高速公路正常行驶的 汽车来计算 比方说这辆汽车 在高速公路的事情 72公里每小时行驶的话 也就是它一秒钟 要前进二十米 那么三到五秒之间 那就一百米出去 那么一百米 等你发现前方的措施的时候 那你已经失去了这个 保险能力啊 什么样 几乎都错过 我这次不肯定 你这次四个就发生 在2013年6月25日 发生在护吞高速金华段的 这起交锋事故中 受伤最重 救援难度最大的货车司机 最终也脱离了险境 虽然没有人在这次事故中死亡 但是三辆都损毁 二十位当事人 均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开车看手机的驾驶漏袭 又一次给了我们 虚人教育